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现在呢我手里是有四款这个勒高出品的 Simpsons Simpsons一家主题的这个勒高小人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打开看一看 究竟里面是哪一款这个Simpsons一家里面的角色啊 OK 我们来看一下 哇 第一个看起来是我们的Lisa 不知道是Lisa还是Maggie 应该是Lisa吧 第二个是我们的Dr.Hebert 哦 第三个是Bard 看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Willie 这Simpsons一家的勒高小人和普通勒高小人比起来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头部的设计啊 那普通勒高小人的头部呢只有这个规则的圆形或者说这个圆柱形 但我们Simpsons一家的这个头呢是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 就各种发型各种脸型 然后还有这个眼睛啊鼻子啊 每一个角色都不一样 所以说在制作工艺上面应该会复杂很多 但是每个Simpsons小人的售价呢 同样也是2.99欧元 所以就给人感觉 要比买这个普通的乐高小人的包啊 要实惠很多 细节方面呢 我们的Bard Lisa还有Willie的胳膊呢 使用的都是新的设计 它的这个大臂和小臂是两块不同的零件拼接在一起的 然后随Hipper的医生呢 还送了一张X光片 这一看就是Homer的X光片 大脑里边还插着一根铅笔 虽然我们Willie是长相最奇葩的一个 但是他也是面部细节最丰富的一个 大家看他这个眉毛啊 胡须啊都是单独的部件 然后粘在脑袋上面的 还有他这个胳膊 小臂上还有手毛的印刷 他手里拿的这个拔粪宝呢 也是这个软橡胶 跟我们真实生活中的拔粪宝的那个材质非常的像 我们这四个西姆森小人的背面呢 都是没有任何印刷的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的乐高 把西姆森小人动手玩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也欢迎你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